今天講的是偏向比較實用面的東西 就是我會講一個這個瓶子的做法和渲染的方法 那如果時間夠的話也會講一下這隻機械的魚身上的魚鱗 魚鱗的做法這樣子 那這兩個做好這兩個會合併起來到時候一起渲染 好那我們就開始 那做像這樣子 就是有身上有瓶身有一些凹陷的品質的話 原則上建議是從一個先從平面展開再用Band起來的方法去做 那我現在就開始來示範做法 原則上是用Box開始 然後選Cube把它做成正方的 然後呢就是先畫一個大概這麼大小的Box 然後我會用ToboSmooth把它變成比較像圓圓的形狀這樣 然後再按右鍵把它轉成Polygon 然後把不要的地方刪掉 那因為我是要Out的這一面 所以就把不是Out的那邊刪掉 這樣子 好這個先把它藏起來 好這樣 然後有了這個以後呢 先去Loop 看一下這邊Loop 然後按Shift 按Shift 按Shift 往下 先往下一個 那 再來才再按Shift 再往下 繼續往下 那大概長到我們要的長度 譬如說瓶身差不多是這樣 好OK 然後最後再長一個 這樣 OK 那好了以後呢 另外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面是反的 是反的 所以我們有必要就是把它全部全選 好 然後把它Flip 這樣子 它才會變成正面的面 好 那就選其中一條 然後Loop 它就會去走到所有的邊緣 好 那我現在要做的是把它稍微擴展開一點 OK 這樣子 大概這樣 那這裡要做一點修正 因為它會往上跑 所以呢 這裡跟這裡 去 往下修一下 好 大概這樣 好 這裡也是 好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呢 就往上一點 好 把它弄成是水平的那個 模樣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 先往上 好 往上一點 因為這上面這個距離 這樣子 好 然後用 用這個放大數腳工具去壓這個部分 可以把它壓成平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邊 好 這一邊 1 2 3 4 底下 5 好 然後再把它拉 按 Shift 按住 去把它往外拉 這樣子 好 這樣 那這個就好了 這時候我們 因為它的坐標點在正中間 所以我們加個 Cimmetry 對稱 好 Cimmetry 這個單位調小一點 這個單位調大的 會有一些麻煩 就是它有沒有 它會就 有些地方就會 焊在一起 所以這個地方的 這個地方的 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的數值呢 就調小一點 0.01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有了這個一個單元以後呢 這邊我要把它 這邊 這邊 就一樣用這個壓的工具 把它 壓成一個平面 OK 好 然後 再來 我們就按 Shift Shift 去複製 然後大概在接近邊線的地方 放開 選Instance 因為我是打算做六個 那 所以 就 這邊選五 選Instance 它會關聯 這樣子 到時候如果做什麼修正的話 比較方便 OK 好 那這樣弄起來以後呢 看起來是都沒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 把這一個 去把它獨立出來 然後 然後 按右鍵 轉成 Polygon 然後 attach 其他的五鍵 全部attach 其他 然後選外框 所有的外框 然後選Ctrl-A 全部選 OK 好 等一下 全部選 然後按右鍵 按右鍵 然後 轉成 轉成點的模式 點的模式 然後 選 焊接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你看這個數字有變少 表示它有焊接到 這時候為了要確保 大家都有焊到 我們可以用外框再全選一次 裡面沒有線 那表示這個都焊在一起了 好 焊在一起以後呢 這裡 就全選 這樣子 然後 我們要切幾條線 因為待會要旋轉 如果線太少 轉起來的片段會不順 給它多少呢 大概目測給它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再來就是 我們先把它Band起來 我們來到這個視窗 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所以我們選Band 彎曲這個 然後呢 我們就拉看看 看哪個 這裡好像不太對 等一下 因為我這裡沒有跳出去 再一次 好 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捲到 邊緣碰邊緣 然後就把它捲到邊緣 好這樣子 OK 那碰到邊緣以後呢 我們就按右鍵轉 把雷槓把它轉掉 再按外框 然後再按右鍵轉成 點的模式 然後 點的模式 然後我們就按焊接 把它焊起來 這時候這個數值如果有減少 這就表示有焊成功 OK 那這樣焊起來以後 那因為我這裡想做一個這樣的效果 就是 底下有點 旋轉 有點去扭曲它 所以 我們現在用這裡 把底下這邊 先 先把它detach掉 好 然後呢 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的座標 不是在正中間 所以要先做一件事 把座標移到正中間去 好 然後用twist twist 就是扭曲 好 試看看 好 角度不對 這個可以了 OK 好 就這樣 OK 好 這樣弄好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轉成巴力槓 然後這個我們要稍微旋轉一下 這個也一樣 要把座標移到中間 然後稍微旋轉一下 旋轉到 旋轉到 然後對對接到 好 OK 看起來是有接到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去attach這個 部分 一樣齁 外框全選 然後 或是你只選這裡也可以齁 你就選這裡 把外框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轉成點模式 然後點模式 再去焊接它 好 這數字如果有 有變少 基本上就是成功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再用外框全選一下 那現在是一個物件的 這樣就OK 可是這裡呢 這個地方如果 我們不去做一點處理的話 不是 因為我剛剛有同學 比較晚到齁 我等下在 我這個地方 再快速的重做一次 不好意思齁 來就是 這個cube 然後變成 tobosmos 好 按右鍵 然後 把不要的去掉 這邊不要的去掉 OK 然後再把底下的往下拉 好 這樣子 是這樣做的齁 那記得去把面flip 翻成這一面這樣 OK 是這樣做的齁 OK 有看到了嗎 OK好 那我繼續下去齁齁 這個地方 我有做一條線齁 因為它這樣才會 才不會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 smoose加下去 這邊 其實好像不加也可以啦 但是我習慣還是把它加一下 好 所以這條線呢 就把它loop loop 然後 加一個小的線 這樣會轉折的更明確一點 好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弄底下好了 底下比較麻 先弄上面好了 上面比較簡單 上面先弄 上面呢 就弄外框 然後用縮小工具齁 這裡 好 然後先 先往上拉一點 先往上拉一點 然後呢 再進來 進來到我們要的位置 那先把它往上 大概拉這樣就好 先做到這裡就好 那我們現在來補底下的地方齁 底下這邊呢 那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齁 因為它有這個凹 有凸的齁 我們原則上用 一樣的外框工具 我們按Shift 齁 去往下長 長了以後呢 按右鍵齁 轉成面 的模式 然後呢 選擇這個幾凸工具 但是 選擇這個 Local Normal齁 然後去 往裡面長 這樣子 好 好了以後就把這個砍掉 這個砍掉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Smooth以後的結果齁 好 Smooth以後的結果就變這樣了齁 底下一定要做這一道 的手續 好 那現在呢 呃 其實是可以直接這樣子啦 按 放大鎖小工具 然後去把它 往內長 然後呢 你可以按右鍵轉成點的模式 然後我們把比較靠近的 把它焊在一起 OK 好 好 這樣焊在一起以後呢 這個地方這樣 就是會比較 比較不以右啦 所以原則上我會把它 去掉 因為這個形成這個 比較討厭 所以 原則上就是會把這邊 好 然後按住 Ctrl加Backspace 把它砍掉 OK 好 再來 就 繼續了齁 一樣齁 這邊就按 點 然後把比較靠近的再焊在一起 然後呢 再把它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可以選擇適當的減少一些 原則上是 各間隔一條線去掉一條 就不會那麼多線齁 好 這樣 這樣 OK 好 最後再把它弄起來 按右鍵轉成點 把它焊在一起 好 一樣齁 這裡 鍵格再把它弄掉 這樣 好 那 這樣 這個底就 弄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 好 好 另外就是上面齁 上面這個地方 我們要做成 你知道有開過營料都知道嗎 這是一個螺旋狀的開口 螺旋的東西 原則上我們這樣來做 就是 可能先用一個 啊 tube好了 好 tube 好 然後 往上漲這樣 那 我不需要這麼多齁 所以 其實多也沒關係 我看一下 好 就這樣好了 1 2 3 可以 好 然後 它現在內定值是18 我給它16好了 好 這樣 然後按右鍵齁 轉成 可以編輯的Polygon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去 點 因為現在這裡面是死心的齁 這裡面是死心的 當然我 這是不需要的啦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 就把這邊 的部分 loop起來 然後 delete 掉 讓它變成空心的 只有這個面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裡 這裡 跟 這裡 好 啊 去 ring 然後按 face 齁 看這裡是你是喜歡往外長還是 還是 還是 縮小都可以 所以 縮小好了齁 OK 好 那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這裡已經有這些點了 這邊 這邊也繼續弄齁 然後再ring一次 再轉成面 然後把它們都 縮一下 這樣 變成比較尖的樣子 好 再來就是 把這一半的 到一半的地方齁 detach 掉 然後detach 掉以後呢 我們加一個 這個 FFD 2x2x2 這個 這邊也加一個 FFD 好 加了以後呢 這個部分我們就稍微往上一點 好 對 那這邊呢 這個部分我們就稍微往下一點齁 好 這樣 一直到它接起來為止 這樣 好 好 看一下兩邊有沒有接到齁 我先把其他的先藏起來好了齁 好看起來是好像接到了 好 那 還是有一點點小差距了齁 再動一下下好了 這邊 這邊 好 這樣 OK 那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轉成 Polygon齁 然後去 attach 這一邊的東西 然後 我們先試著用 比較快的方法 用 外框全選以後 轉成 點的模式去 焊看看 能不能焊得起來 喔 好 也不能調太多齁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調到這樣吧 好 那我們把 因為這裡已經大部分都焊起來了 但是還是有少部分是比較 還沒有弄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方式去把它焊接起來 然後 這裡 這裡 這裡也是齁 這個地方去把它焊接起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我們就想辦法把這邊形成一個 一個圈過來 好 我們就這樣弄過來 好 然後呢 稍微轉一下 好 再過來 再轉一下 再拉過來一次齁 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 這樣 這樣 那 好 可能還要再過來一次齁 好 好 到這裡 那就讓它到這裡就好齁 然後 然後 這邊呢 焊過來齁 這個把它焊過來 好 這邊呢 先去把這條接來這裡 好 接起來以後呢 我們就來處理裡面這個 我們可以直接用快一點的方式齁 就是 去把它 選外框 然後把它CAP起來 好 CAP起來以後 我們再來處理這些該處理的地方 譬如說 這一條線 我先把它焊來這裡 好 這樣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裡 切過來齁 切過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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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這裡切過來 好 那這裡就要去修正一下齁 就讓它回來這裡 這樣 OK 好 那上面這邊就差不多了 好 那當然這邊還是要去處理這個 那這邊就可以把它 這個地方去把它 砍掉齁 然後去讓它相接 然後把這邊稍微 拉起來一點 這樣 好 這樣 OK 好 再來這個 也一樣先用CAP 先過來 先過來 這裡也一樣 好 這樣 好 再來底下這邊呢 就是 這邊去 一樣齁 一樣的做法就是 先把它 繞來這裡 再繞來這裡 繞來這裡 再繞來這裡 好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好 OK 好接下來我們就 把 這些該焊的地方先把它焊起來齁 等一下齁 等一下 現在是焊不起來的 好 用亮亮 我知道了 因為底邊這邊有一個面 好 所以要從這裡 去按它齁 這樣 OK 好 這裡焊回來 好 好 這個地方屏蓋大概是這個做法啦 那我們現在把它移到 剛剛那個 我們還沒完成的屏身上齁 來 先留下這兩個 然後去對齊它 OK 然後把它拉起來 稍微說小一點 壓扁一點 OK OK 好 好 然後用它去提取這個物件 好 然後 先 先去焊其中一個 好 這邊先把這個焊過來 比較難處理的 我們先處理齁 好 然後這裡 這樣焊過來以後 這裡這個洞補起來 好 其他的就比較好 好弄的齁 這裡接過來 等一下齁 唉唷 那底下還有 來 先用 直接用cap 把它焊起來 然後再來 去 去走這個線 來 那邊 來 來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